Music Bunk 连两周不开放拍摄《上班照》吸引热烈正面回响早就该禁止了! 每个音乐节目播出的日子一早就会流传各是各一样第一首的《上班路》美照! 不过这项惯例究竟设立还是必呢?一起来讨论看看吧! KBS2 Music Bunk 昨天4日在官方网站上宣布本周与下周6-8-6-15的节目音场地问题都会由KBS新馆公开听改制KBS别馆进行录影 为了安全考量,这两天都不开放拍摄偶像! 门上班途中,从下车到进入录影现场前的照片和影片。 相较于失望的声浪,网友大多都对这项变动持正面看法,甚至进一步建议干脆就此废除!本来就没必要有这种时段!大清早上班还要被追拍!偶像也太累了! 。 原来许多粉丝都是上班路未近距离接触偶像的绝佳机会,加上媒体也热烈抢拍画面,结果上班路现场经常变成推几十顾平人的地带,甚至掀起粉丝间的论战。 。 关于上班路存费的讨论,大家有什么想法呢? 。